重命名分支 我们可以在GitBranch的后面 加上一个小写的M参数 M表示Move 移动的意思 我们可以先去创建一个分支 用GitBranch 我们可以叫它BugFix 然后再去查看一下 当前的项目里面所有的分支 用GitBranch 或者我们可以在这个GitBranch后面 加上一个List这样的一个选项 下面我们可以去重命名一下 这个BugFix这个分支 用GitBranch 后面加上一个小写的M参数 然后是要重命名的一个分支 就是BugFix这个分支 后面加上一个空格 接着是这个分支的一个新的名字 可以叫它BugFix 横线1 再去查看一下项目的分支的一个列表 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BugFix 就会被重命名成了BugFix横线1 如果不再需要这个分支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去把它删除掉 同样的是用GitBranch这个命令 配合一个小写的D参数 用GitBranch 加上一个横线D 后面就是要删除的分支的名称 这里就是BugFix横线1 回车 这里会提示 已经删除掉了BugFix横线1这个分支 BugFix横线1 订阅4